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本堂课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约束 什么是约束呢 约束就是控制范形这批列马的缰绳 缩小范形参数的范围 这就是约束 那么上两节课我们讲述了范形类和范形方法 我们说一个范形类 我们可以传入一个类型的参数 但这个类型的参数非常的泛泛 我们可以传入引用类型 也可以传入直类型 我们可以传入自定义的类型 也可以传入预定义的类型 非常的泛泛 那么以至于我们非常的不好使用 因为我们不知道传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 所以说约束就是缩小了参数的范围 范围越小我们就越好控制它 范形就像一匹列马 无拘无束的 我们现在来了一根缰绳 白狗驾驭它 那么只有被驾驭的列马 才能变成千里马 变成一个匹宝马 那么约束的意义呢 只有添加了约束 才能调用范形参数中 假如我们这个范形参数类型是T T的方法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范形参数是传进来了 也确实是可以传任何的东西进来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更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方法 什么属性 所以我们压根就不能调用它 不能调用它的方法 那么对象呢它有方法和属性 我们传进来的对象不能调用它的任何方法和属性 那么它的使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 那么只有添加了约束 约束限制了传入的类型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传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方法 比如那么传入约束 它是必须实现I climb tree 就实现必须实现爬树接口的这样一个类型 那么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实现这个接口 接口里面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否则的话 我们只能调用所有csharp当中默认的object 所有的类 csharp当中所有的类型 都是object配上类 所以我们只能调用object的方法 一旦有了约束我们可以调用具体的方法 我们对范形类和方法都可以添加约束的 那么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范形参数添加哪些约束呢 主要有类名 class关键字 struct关键字 接口 名和一个new括号 什么意思呢 类名 如果我们添加一个类名 比如说是一个pet 我们之前写的宠物类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传入的这个类型 可以是宠物类 或者是宠物类的passion类 如果是class 那么可以传入任何类 如果是struct 可以是任何直 直类型 这相当于引用类型 直类型 那么该接口 如果是接口名 如果是一个接口名 比如说爬数接口 那么我们就可以传入爬数接口的引用 或者说任何实现该接口的这个类型 比如说猫实现了爬数 也可能比如说猴子实现了这个爬数接口 是吧 那么都可以传入 那么如果是一个new 括号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该传入的类型必须具有无参的公有构造函数 的一个类 那么这些约数我们怎么样叠加呢 还有一个规则 有个叠加的规则 那么首先有个顺序 叠加顺序必须是ABC 主约数 接口约数和构造约数 构造约数就是我们前面看到new 括号 那么这三个必须按这个顺序 如果三个都存在的话三个可以全部存在也可以一个都不存在 它存在的个数可以是0到3 那么主约数是什么呢 类名 类名的约数class struck的约数 并且只能有一个 接口约数可以有任何多个啊 我们可以传入爬树的或者说抓老鼠的是吧 那就是猫或者是什么别的动物 那么这就是约数的叠加规则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 看一下约数的语法 那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写过一个范形类叫做笼子类 那么它里面只有一个范形参数啊 就是t 那么也可能有多个t1t2t3t4是吧 等等它可以有多个参数啊 应用于我们这个方这个类里面的各种方法 这个约数呢 我们要对哪一个约数 当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t啊 那么只有一个范形参数 如果有多个范形参数 我们要对哪个范形参数施加约数呢 啊 那么就是用where where就是哪个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也要叫wheret 是吧 如果t2t2就wheret1写一堆约数 wheret2写一堆约数是吧 好 那么只有一个t就wheret 对t释加约数 什么样的约数呢 首先主约数 它必须是宠物类或者是宠物类的派生类啊 必须实现这个爬数的接口 这个接口可以添加很多个啊 爬数的抓老鼠的想怎么实现怎么实现 最后再加一个啊 有默认构造函数的这个 否则如果只一旦加了有默认构造函数的约数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形类当中调用这个传入的t对 t类型的这个默认构造函数也就是new一个t对象啊 t类型的对象t类型啊我们还不知道可以new出来对不对 我们在实现当中在这个范形类的实现代码当中可以new一个t类型的对象 就是newt括号啊就是new一个它的对象 如果不加这个约数我们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那么一旦加了这几个约数我们可以调用pad的宠物类的所有的啊方法 可以调用这个接口啊 声明的方法可以new出一个这个对象 这就是施加了约数的好处啊 那我们来举个具体的例子看一下呗 上节课我们看到啊 这个写了一个范形方法对吧 范形方法我们这里可以加一个约数啊 我们这里范形方法就是这个狗会看到什么东西会开心 那么如果是where where我们写一个比如说class是吧 class where wheret啊对t施加约数 然后主约数写class 如果我们加个class呢 我们这里传入的就只能是 只能是一个类 假如我们上节课说了这个狗很特别是吧 我们想传入一个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一个int是吧 他会识别数字是吧 看到数字会很高兴汪汪叫啊 那么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我们看到啊 int是引用类型啊 只有类类型才能作为他的参数啊 现在就失败了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这个范围 不是所有的类类型 我们想施加宠物类型 只有宠物类型 他才会开心 宠物类型 那么我们施加一个宠物类型 比如说是一个猫咪是吧 猫咪可以的吧 我们happy 看到一只猫的时候会高兴 看到一个叫做汤姆的猫 他就会很开心 happy因为看到一个汤姆的 叫汤姆的猫 是吧 很开心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在里面添加他的名字 print name 因为他是 pat类当中我们有print name 是不是 pat类当中我们有一个print name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啊 print name没有返回值 我们直接加在后面 啊 因为他很开心 然后因为他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可以调用target 因为他添加了约束是pat类型 就可以调用pat类型的方法 最后我们看一下 好 很开心 我们这条狗很开心 因为啊 他看到一个宠物名字是tom的这个猫 是吧 哎 这样就好多了嘛 是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 更多的灵活性啊 可以调用 他的具体的方法 更强大的功能 我们这档课内容就学习到这里